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呼召门徒 和他一起生活 见证着他四处传道 治病赶鬼 接着两个两个的被猜出去 实践他的教训 在耶稣复活之后 他向门徒们颁布大使命 猜猜他们去洗万民 做自己的门徒 而在升天之前 吩咐门徒们 要为他作见证 直至到地极 耶稣升天之后 五旬节当日 圣灵刚临 比得起来港道 会应受洗的人 一日就添了三千 新加入的信徒们 便在教会里面 一起的成长 他们学习教导 双胶 抹饼 祈祷 这个是一幅 跟随耶稣的活生生的 门徒生活操练的写照 他们也同样的注重全福音 得救的人 天天的增加 当因斯提反殉道 而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到了安提阿 他们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全讲主耶稣 信主的人就多了 巴拿巴和保罗 分别来到安提阿做教导 他们最会学习 操练前财上高的关股 作门徒生活的操练 他们并且领受了神的意仗 在禁食祈祷当中 明白神的心意 差派巴拿巴和保罗 出外宣教 开始了初期教会 有规模的向外发展 差传的行动 今天的地方教会 要秉承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跟随耶路撒冷教会 和安提阿教会的榜样 要教导信徒们基督的吩咐 更要在生活和生命上的操练 为信徒们预备 传福音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在同文化 近文化 以及跨文化的猜传上高 委身事奉 揭力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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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